欢迎来到今天的复盘视频 首先祝各位观众朋友中秋节快乐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走势 再过20多分钟 美股这一边盘前就会正式的开盘了 暂时我们可以看到美股这一边旗指是走强的 现在基本上走回到了4320了 比昨天来说的话就是走到了周四的高位 这边是进一步的在冲高的 港股从10个月的比较低迷的点位也是做了一个反弹 但是在亚洲别的地区来说的话 股票还是比较是走的不是这么稳定的 主要这里也是进一步的去体现出来资金的滚动 我们可以看到黄金因为美金的强劲 是已经是连续跌了非常多天的 而且是非常大的一个跌幅 我们可以看到前几天这个黄金还摸得离2000比较近的 然后就一下子滑下来 然后1900也是失守的 另外一边来说的话 对吧 就是这个美金指数DXY 但是我们可以看到今天来说的话 今天过夜DXY呢是跌了是不少的 所以如果是没有维持这个现金和资金在黄金里面的话 这有可能去滚动到这一个股指里面去 所以我们就可以看到股数呢是应该是冲高的 而这里呢 我们可以看到旗指呢 这个冲的速度是非常的快 因为一会就要放量 那个美股再过20多分钟就会开盘 国债利率这一边呢 如果再跌的话就代表有人在买美债 那么资金不在黄金和美金里面的话 它就是往别的资产里面去转 我们知道在北美这一边呢 房地产也是走的也是非常慢的 但是我们可以看到啊 这个国债利率确实有下来 所以这个资金的这个转变呢 还是比较的大 就看明天早盘这一边 我们是能看到什么样的一个核心的PCE的通胀的 这个报告啊 其实呢 就平时我们去华尔街记者 Wall Street Journal的这一个 Nick T的这个Twitter的户口上面的通常能看到一些消息 但是其实看了一下呢 就是这一次呢 没有对这一个PCE的数据 给出太大的一个指引啊 所以应该是没有太大的一个问题 在这里呢 核心PCE和CPI一个很大的一个区别 就是这一个headline的这一个CPI呢 是包括了非常敏感 也就是波动很大的这个汽油和食物的 这一个价格在里面的 但是明天出来的这一个大的核心PCE的通胀数据呢 是不包括这个在里面的 所以在这一方是没有这个汽油的 所以称它为核心嘛 核心PCE啊 另外的一个是核心CPI 而这两个数据呢 已经是连续跌了挺啊 挺久的了 之前呢 是有停下来一阵子 但是来到这里呢 跌的还算是比较顺的 那这一边没有看到NICT给出一些这个指引 所以大致上应该没有太大的一个爆雷点 再过几个小时呢 我们就会有一个答案 在这里我觉得NICT啊 在前两天做出的一个比较有意思的一个观点呢 还是跟现在大盘有最大的一个观点性的 就是美啊 美国这一边呢 政府到底会不会关闭 因为政府一旦关闭了 对于这个美联储来说的话 那么一些大的就业数据啊 通胀数据来说的话 因为都是这一个美国的啊 劳工局BOS这一边呢 去发布的 所以像这个非农还有CPI的数据没有的话 那那美联储会怎么样的去啊 对于这个加息去做出决定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呢 现在11月的这个加息的几率的 几率的这一个百分比来说的话 还算是非常的低 现在呢 基本上整个股市呢 就是在关注 到底啊 今年还会不会有一个加息 12月的那一次呢 是最有可能 但这个机会啊 基本上是围绕在三成左右 然后11月这一边呢 是低过两成的这个机会 所以其实大的这个机率啊 是今年呢 加息就这样子了啊 但是这个在后面呢 也会有改变 我们也需要进一步的看到政府呢 到底啊 是不是会关闭 来到这一会儿 我们关注一下这个特斯拉的走势 可以看到特斯拉在夜盘 盘前都还没有开啊 已经大涨1.6% 在这里股价已经突破了250了 啊 我们可以看到第二个啊 九转之后呢 在这个小时级别 昨天有讨论过的啊 因为MACD和RSI呢 是双背离 所以我们就看到这里 进一步的呢 是啊 往上再走 然后今天又是重新测试 啊 247 248 如果明天是 这一边是成功高开的话 对吧 这就会啊 做一个倒过来的 啊 肩膀 头部 肩膀 然后就看能不能break out 突破的话 对吧 看两个点位 第一个呢 就是255的这个区域 第二个就是缺口的下方 260 然后就是补齐缺口的263 这几个重要的一个点位 看一下 特斯拉能不能顺利的冲过去 暂时来说挺不错的 因为在这里250已经被突破了嘛 就是看盘前和开盘的时候 能不能把这个涨幅呢 进一步的去保住 来到这里啊 还是所有的眼睛呢 都是看着 到底政府会不会关闭 在这里呢 还有啊 低过少过48小时的时间呢 啊 这件事情呢 就是要去得到一个解决 啊 今天是有通过啊 一个法案的 但是那个是军事方面的啊 在这里呢 这一个house 也就是众议院呢 是啊 把这个五角大的 Pentagon的这个funding bill呢 是通过了 比分是啊 这个是8.26亿的 这一个法案 然后通过呢 是218票 对210票 所以这个消息是出来了 这个不是就是 让政府能继续运作到 11月17号的那一个 但是起码 众议院通过了一个了 所以我们看一下 后面会怎么样 来到这里呢 呃 对于这个speaker McCarthy的这一个 呃 角色来说的话 担任的这个角色来说的话 是一个很大的考验 因为要想通过这个法案的话 就可能需要另外一个 呃 党的这一个支持 Democrat 而来到这里 如果这个法案被通过呢 那他就很有可能呢 呃 作为这个speaker的 这一个职位来说的话 有可能啊 众议院的这个发言的 也就是佩洛西以前 当 单演的这一个 呃 单演的这一个职位来说的话 有可能就是 要被代替了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 这个华盛顿post这一边呢 是有去报告 这一方面的这个消息的 呃 但是这个我们很快 就会有一个答案呢 毕竟48小时之内 如果得不到这个法案的通过的话 那美国政府关闭 对吧 自啊 已经是很久没有去遇到过这种情况了 啊 上次在的时候呢 是啊 18年 18年跨到这个19年的那个时候 啊 关闭了30多天 啊 比较长的一次 但是那一天来说的话 啊 指数呢 基本上是第一天跌 然后呢 就在后面一个月来说的话 涨了差不多10% 第一天跌了2.7%左右 这里我看的是啊 之前复盘视频讨论过的这一个标普500的指数 来到这里呢 我们可以看到现在啊 都是在盘中的国债利率在走动 我们可以看到长期的国债利率呢 全部都是在普跌超过1% 当国债利率在跌的时候 就代表呢 有人在买这一些美债啊 有人在买这一些美债 因为大家一直在考量嘛 资金从黄金和美金出来的时候 会转变成什么 对吧 一个就是啊 国债的一个可能性 长期的国债 另外一个呢 就是如果股票在涨的话 那就很有可能在往这一个股票里面呢 是有这一个冲击资金的 毕竟标普500的200日均线呢 是在4200附近的 而且前两天的低点就在4238 所以其实已经非常接近这一个啊 非常大级别的一个支撑点位了 所以我们看到呢 做空的这一个Rest River Ratio 这一个啊利润来说的话 没有这么大的 所以我们看到这一边呢 做事商是进一步的 把这一个大盘是往上再推 一会儿我们看一下这个技术面 是什么意思 来到这里呢 我之前是有讨论过在周线级别呢 有一个非常大级别的这一个啊 上行推道 上行这个隧道的 我们去把这一个去拿出来去看一下啊 然后这个上行隧道呢 就是要尽量的在43354340附近 所以其实这里如果能推到啊 如果我们是看现在的话 他在4316附近的话 对吧 就非常近了嘛 我们可以看到他有把 有一定的可能性 明天如果进一步能保住这个涨幅的话 他就是又推回去了 然后这里就很有可能 对吧 在下一周是更加的关键的 能不能把这一个morning start给走出来啊 morning start 对吧 然后这样子呢 对吧 就又走回去这个隧道里面去了 当然他不用一次涨完 他可以做这一种的 对吧 两根就是比较是慢一点的这一涨幅呢 然后在这个突破 把这根蓝色的趋势线 trendline呢 也是给收复回来 所以这里就是看这一个重点 我觉得这一次的点位还ok 毕竟大家可以看到 对吧 他这里下探的话 基本上就是到了这一根线的附近 也就是4238的那个低点 然后上面来说 4294 4280的这个区域呢 还是比较重要一点的 今天美联储主席鲍威尔呢 也是有做这一个演讲的 但是更加多的是一个讨论会 其实就是对这个学习方面 对于这个未来来说的话 是给出一些这个演讲 演讲方面的一些这个建议 给那个青少年 和那个大学里面的这些学生的 今天主要是跟老师一起在做这个讨论 这个直播呢 我还是有做的 当然里面也是有一些 这个复盘的这个资料的 所以欢迎大家去我的直播区 去看一下啊 这个视频已经在上面了 特斯拉为什么在夜盘涨的这么快 因为在这里呢 这个特斯拉呢 是主要出了一个利好呢 不是马 那个马斯克今天在那个XAPP上面呢 直接在直播 在那个美国边境上的这个问题 更加多的是 这个网上呢 是流传出 这个特斯拉 Cybertruck发布会啊 里面就是有员工呢 已经收到就是啊 可能收到这个特斯拉发出来的这些衣服啊 为了这一个战车 Cybertruck发布会而去准备的这一些衣服 所以呢就我们看到那个股价呢 也是进一步得到加持啊 当然也是因为这个Morgan Stanley呢 再次的在周四呢 是重申了自己特斯拉的400块的目标价格 所以这个也是利好了特斯拉的股价啊 得到进一步的这一个上升 来到这里呢 我们可以看到基本上250还是有的啊 再过10分钟左右呢 就会有这个开盘了啊 这个就是Cybertruck launch team啊 也就是啊 被流传出来的就是说啊 啊随时有可能的就开始做这一个战车 这一方面的这个发布了 当然其实战车的这一个event对吧 这个发布会呢 是有啊发出去这个帖子邀请啊 这一些的 所以其实当时可以用这个credit呢 去啊换这个入场券 所以啊其实啊 如果有人收到通知的话 我们会第一时间看到的 也不能说就是明天就有对不对 所以是那个随时发布 基本上在最后的这一个啊步骤里面 然后我们另外一边呢 就是可以看到啊推特的ceo 现在啊 现在是x啊 x的这个ceo呢 就是有90%啊 这一个top100的这一个啊做广告 在那个xapp也就是现在 也就是之前的这个推特的平台上面呢 啊是开始回来了 在这里呢 有大约1500个呢 是已经回来了 这里我们一直担忧的是 马哥会不会继续的去卖股票 去救推特 也就是现在的这一个x 当然如果x的财政 现在没什么大的一个问题 可以靠这个广告 进一步的去维持的话 那就没有太大的担忧了 毕竟在这一个重组方面 在这个结构的重组上面呢 马斯克已经花过一段时间去做了 所以现在感觉马斯克的重心呢 又摆回来在特斯拉的这个上面 其实一直是在特斯拉上面 如果大家读了这个自转的话 会发现 其实马斯克对于这个特斯拉的 每天的这个运作呢 还是跟的是非常的紧的 所以这里就是主要看这个 Cybertruck的deliveryment 战车的发布会 到底是什么时候出来 但是我们可以看到的就是 就是这个日子呢 是离得越来越近了 来到这里 我们去看一下别的市场这个方面 因为今天其实 各个板块都走的是非常的强的 在周四这边 就看这个周五呢 有没有这个延续性 一个在盘后出来的这个消息 刚刚我们在做这一个 老包这个演讲的时候 就已经看着的一个股票 当时才涨了3% 后来我们可以看到这个Nike 耐克 今天是财报 然后当时是涨 加了今天盘中的涨幅 大约是3%左右 但是来到这里 我们可以看到将近8%的这个总涨幅了 就看一下明天会不会继续的冲高 现在已经到了这个90左右 这里呢 它的财报呢 其实不是双beat 只是beat了一个 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呢 比较重要的那个 它是beat Earnings per share 每股收益 94 94分钱 然后对比的是75分钱 营收来说的话 是一个小的miss 是129.4亿 对于129.8亿的这个预期 来到这里呢 我们可以看到 其实它的这个sales 在北美呢 是跌了2%的 这也是Nike的最大的一个市场 但是重点就是 在其余各个区域呢 全部呢 都有是 都有这个增长的 所以来到这里 我们看到 华尔街对这个Nike的这一份报告呢 还是比较的喜欢 但其实啊 也是有一些这个利空 出镜的一个感觉 为什么呢 Nike已经跌了很久了 跟波音一起的这几天 是一直 这两只在那个道指里面的全中国呢 是一直在跌的 没怎么止跌过 来到这里 我们可以看到 那个Nike呢 是有点在做这一个反杀的这一个动作的 而且已经涨到96.6了 所以一个大的压力点呢 就会是100 因为100是一个整数嘛 所以我们到时候看一下 它那个100会怎么样 96的话 大约是到了之前这一个支撑 再往上往上走的话 就有可能去看一下100附近呢 是不是能够冲过去 它的这个武士均线呢 就在101.66 所以我觉得这里呢 有一定的可能性呢 会有些这个压力出现的 另外一只 走得非常强的这个股票呢 就是AMD AMD呢 对吧 前一天我们看到那个 苏玛有出来去那个带货 然后在此 讨论跟微软的这个合作 周四这一边呢 微软的这一个 科技的主管这一边呢 就是再次的去称赞啊 这个CTO Chief Technology Officer Cam Scott 然后他是讨论AMD的显卡呢 会更加的重要啊 在未来的几年里面 因为微软在那个PC 私人电脑 还有这个 微软的Microsoft Xbox上面呢 都有一定的这个合作的 还有云端的方面 当然微软的这个云端方面呢 是这个Microsoft Azure 所以他们有比较密切的一个 合作的这个关系 这一个搞完之后啊 我们看到AMD 今天是大涨之间收复 到了103附近的这个股价的这个位置 刚在直播的时候呢 我们是有讨论过 今天最高来到104.2 AMD的这个点位比较容易计 下一个大的点位呢 在108附近 就看他能不能拿下来 因为之前他往130让冲的那一波呢 108做了多次的一个支撑 所以来到这里呢 就会变成压力 因为他是从下往上在冲 所以就看能不能冲过去了 如果拿下的话 112左右 有另外的一个压力点位 AMD来说的话 他在走的比较是一个下行的隧道 所以还是看能不能就是 把这个下行的隧道给冲破 然后这样子AMD呢 能再一次的往上突破 因为他这里在走这个下行 所以就是看能不能突破这个重要的108的这个大关 往上冲一下 好这里我们把特斯拉的这个股价再捋一下 特斯拉来说的话 这里呢就比较是感觉 对吧 我觉得刚看的这个一个小时的级别的这个图更加的好 就是看能不能先把这个255的这个区域呢 给拿回来 255的区域拿回来之后呢 就是看能不能进一步的去收复260的这个缺口 因为整体来说的话 特斯拉在这个大级别在走的呢 是这一个打开的这个隧道 打开的这种的隧道 所以就是看这一波对吧 没有需要踩到下方去 能不能就是进一步的往上的话 那这样子啊 股价呢就会啊 能进一步的走高 之前走的这个隧道是上行隧道是破掉了 所以这一边呢就是等对吧 走这个higher low出来 然后看能不能进一步的往上啊 往上去做一个反上啊 但是暂时来说的话还是挺不错的 这种结构和这个盘前的这个幅度来说的话 如果能进一步放量的话 就能能往上啊 主要呢还是看啊 一会儿出来的这个PCE 核心PCE的这个通胀的数据是怎么样的 啊 然后欧洲这一边呢 其实已经开盘了 在55分钟前啊 也就是在那个啊 北美西岸这一边呢 凌晨的时候呢 对吧 欧洲会开盘 开盘之后呢 我们看到旗帜是崇高的 现在还是维持在 4317附近的标普500的这个高点 明天就是看标普呢 能不能把隧道给拿回来 隧道的重压力呢 是在4335 4340附近 明天还是期权的结算日 啊 这个啊 大摩这一边呢 本来是有个大的这个期权的 在那个put 4210左右 所以那一张呢 本来是如果大盘继续跌的话 像跌破4260的话 可能会有点悬 但是如果他是收啊 现在开盘 然后稳在4300之上的话 那那一张的期权 对于整个大盘的影响 就没有这么多了 毕竟那个大摩的基金是160亿 所以有很多人在看着那一个 因为之前他们在做一个这个caller 所以他一直就在弄 4200附近的这一张期权 所以就有这个吸引力 我们确实看到指数被啊 往那边拖到了423把左右 因为啊 有些人会管这个期权 叫做smart money 聪明的钱 然后呢 对于这个股票 有一些这种领先的这一种作用啊 所以看到那一方面的这个变动 但是整体来说的话 亚洲那一边 虽然别的一些亚洲市场 没有走这么好 但是我们确实看到港股这一边呢 是得到加持 这个美股大涨之后呢 港股一起跟着再走 所以我们就看一下啊 那个美股明天 有没有进一步的fall through 我觉得最主要就是看 如果啊 美金 DXY Dollar Index 啊 和这一个国债利率呢 是进一步的往下跌的话 啊 那么美股啊 能进一步的反弹 然后把它变成这个反转来说的话 这个牌面啊 就会更加大一点 当然最重要的就是啊 在未来的这一个两天里面呢 政府关闭的这一个问题呢 得到一个比较圆满的一个解决 啊 就可以看到啊 这一个真正的一个走势了 另外一个隐藏着在涨的呢 啊 就是这个英伟达 我们刚看完特斯拉 我们来看一下NVDA 英伟达这一边来说的话 啊 我们刚在做直播的时候呢 啊 就是在看 是不是能够啊 就是啊 冲破这一个430的这一个区域 啊 现在这一边来说的话 我们来看一下啊 NVDA 我们把这个打开来看一下 英伟达的这个走势 液盘我刚刚在检查的时候 是涨到也是到235左右 今天收在430 啊 英伟达如果进一步的往上走的话 我们去看一下啊 今天基本上就是收在这一个均线 所以到了一个关键的点位 明天 大家也可以看到这里的上方就是435 所以这边是有些压力的 如果他要继续的放量反转的话 这里的交易量还是可以的 对吧 就要进一步的这样子的往上反转 前面一个重要的一个支撑点位 下一个来说的话 啊 我觉得是在这个445左右的这个区域 这里有一个比较大的一个压力点位 如果明天能继续往上冲的话 啊 这是会是一个我会考量的一个点位 另外一边呢 就是450附近啊 453附近 上面的压力还是挺多的 啊 在这里英伟达做了这一个双底之后呢 就是看能不能进一步的拿下来 这里的均线在30分钟时间段 也就是短短线这个swing trade呢 还是非常的重要 啊 另外的就是VRX的走势了 恐慌指数 啊 那么昨天对吧 啊 复盘的时候就讨论恐慌指数能不能破位 这里我们看到了 已经低开了 所以在这里呢 只要继续的往下走 这里这个M头也是继续的这个形成的话 啊 那么这样子来说的话 对吧 大盘彻底反转的可能性呢 就越来越大了 在这里我还没有就是能肯定 就是啊 就是觉得是反转呢 主要的原因就是因为 美国关闭的这件事情呢 还没有得到一个圆满的结束 然后日本干预 对于这个美金和日元的这个走势呢 啊 没有得到一个明朗的这个档案呢 我们就是 对吧 还有未知数 但是大家可以看到的 这样子的一个跌法呢 看起来就是比较是破位的 这一种的走势 前面走的都还好 啊 所以就是看有没有这个 进一步的这个follow through 最近大众商品呢 也非常的多人在关注 毕竟这个天然气呢 冲三啊 但是这个石油呢 确实呢 在这一周来说的话 有点这种见顶的这一种的感觉啊 94那一边呢 是开始跌下来 往91了 之前我就是觉得9394这个区域呢 是有些压力的 暂时这里确实还没有冲过去 所以这个我们也继续观察 好 今天就复盘先到这里了 明天我们继续的一起追击 啊 谢谢大家观看 记得分享 订阅点赞